但是有它们的不同的一个复处 以及它们不同的一个境界 是的 2036年会是什么 那个记忆的一个改变呢 维圈到时候会告诉你们 OK 好 三 二 一 别让我离开 好的 而且它们在里面也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缠绵的戏 可以说是感情也非常的复杂 到底有多复杂 有多么的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暴力吗 那么到时候各位看完之后呢 自我做一个分析吧 好的谢谢各位 谢谢 多戏跟这样子的一个 很多是表演的第一次嘛 OK 那么在拍摄这个剧的话呢 你认为最有趣的是哪一点 看到很多这个又踢人啊 打他呀 然后他鼻青脸肿的这种东西 算是记忆深刻还是 两个想讲 最深刻的是什么部分 应该这么说吧 女士优先 那我就讲一个 因为 因为我是第一次演被搭 然后他是第一次演打女生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要套招 然后所以在那个动作上面 就会比较 他会比较小心一点 因为他很害怕打到我 那我反而觉得 假装被打到很难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导演就一直在磨 他在那个monitor上 前面就直接讲说 我觉得这个不够 这个没有那么自然什么的 后来有一颗是 他说刚刚那一颗就很好啊 你们就知道刚刚那颗 就那一颗是我们现场他真的不小心打到我 真的被打到 所以他就是那一个套得很好 对因为其实这次的动作指导是之前合作过的 然后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就一直笑我 然后说林哲西 你这人打我们动作演员打得这么狠 然后这次干嘛 这么不忍心打他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在排练的过程 我是很紧张的因为真的没有打过女生 然后要 哇 那个心理压力其实很大 所以拍每一次镜头的时候 我都心里一直告诉我自己 狠下来 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就让他痛一次 就过了 就是你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 我的想法 但是身体 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 但是身体控制不了 就身体你还是会怕 就是还是会有一点不敢 对啊 所以其实在拍戏的时候一直 这样蛮好玩的 所以其实这个思念是 这个观念其实是对的 其实很多人拍这个动作戏的时候 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一次过到位就行了 对不对 那么那个打到他那一次的话 也会说哎呀怎么办啊 因为打到当下我有点蒙掉 然后但是他的眼神很坚定 我就觉得 好 那我们继续把他演完 都被打到了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演到 那一咖结束 因为都被打到 也只好继续演下去 这样搞不好那一刻就好了 就可以搞定这样 结果大家有什么没有 就还要再来 还要再来 对对对 你 可不可以看到孙导演的知识人性了 对 OK那么除了这个外 还有什么很快的 就是在这个十七二十秒之内 还有什么在这一部里面 就是回圈里面 值得我们去了解哪一些部分呢 那跟我们解释一下 我觉得有蛮多科幻的镜头是没有体验过的 然后我们在拍的时候都要一直说服自己是 未来的人 然后我很熟悉这些东西 这是我的 但是其实自己在当下做的时候是蛮 蛮 蛮 没有先做模拟的动画给我们看 到时候出来 会是怎么样 所以 其实在做的过程 我们就是一直 不断的在那个很精细的要求 要求上 我们要去达到那个跟科幻的素材 达到很铁合的状态 我觉得这次蛮特别的一个体验 好 那你是饰演一个这个季营银行的这个创办人 是 好 给你一个机会 你要改变你的思议 还是要 应该是吗 诶 该什么 重设还是改变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 我应该 跟小矮一样 改变吧 因为我觉得女人会有一种 因为很想要维持这段关系 所以想要在这个男生身上 就是希望他可以变成我想要的 希望把他变好 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不健康的想法 但是恋爱谁不都是这样 我觉得这 我们这一步就有在探讨这件事情 啊 ok 那不知道各位看完这个回圈 之后呢 你们会把这个想法自己的记忆给改变 还是呢 重置或者是保持现状呢 真的让我们这个人 做人类的可以好地思考一下 如果以后真的有这么一个 一个可能性的话呢 ok 好 谢谢 好 从左边的媒体 是先慢慢到右手边 右下 来 第一排 来 左边的媒体再让他补出一些 好 左边的媒体再让他补出一些 好 左边的媒体再让他补出一些 你去看 或你去看 月亮的 好 OK OK吗 好的 那我们的 来 视线跌一点 来 视线从左边开始 来 视线从左边开始 好 右手边 好 右手边 就是我的那一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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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